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 近日,香港歌后陈慧贤的北京舞科松演唱会因故取消 消息一出,竟然遭到无数香港网友嘲讽 陈慧贤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心得 感慨自己第一次在北京开演唱会 就被取消十分心痛 香港环球唱片发出声明 各大售票平台也开通退票渠道 尽量将损失降得最低 陈慧贤之前在南京、佛山等的已经顺利举办演唱会 今年9月北京演唱会也提前预热 陈慧贤还亲自拍MV做宣传 谁知突然被取消 一切来的猝不及防 很多粉丝在微博表示可惜 然而香港网民却表示 陈慧贤是在脉惨 明明是北京演唱会销售差才要取消 还有人嘲讽陈慧贤年纪太大 唱歌走音 跳舞还不如大妈 大妈才没人看 还有网友吐槽 1915年的陈慧贤 年过半百拍摆少女 口味再重也受不了了 也有网友为陈慧贤感到可惜 当年红透半边天 突然跑到美国留学读书深造 回来之后变成大妈 没有新歌 举唱旧歌 今年53岁的陈慧贤 1983年出道 曾与美艳芳新名 代表作品有千千帅快 飘雪 傻女 人生合出不相逢等等 由于身材娇小 气质出众 公著成了她的花名 美艳芳2003年告别演唱会 签签设歌 压照等场 足以见得陈慧贤当年在香港歌坛的地位有多重 谁知陈慧贤在事业高峰期 突然跑到美国留学 1985年 陈慧贤与唱片兼致学丁玉 因音乐上的合作而相识相恋 1991年 因与地恋而分手 1994年陈慧贤与美术设计师张卓文相恋 2002年分手 2006年 陈慧贤与医生谢国林相爱 2007年二人分手 几段感情诸多不顺 十几年前还参与央视同一首歌 偶尔登台现唱 陈慧贤虽然事业没有太大进展 但她的歌曲还是影响了几代人 近几年偶尔开开演唱会 赚钱捞金 女明星真是不容易 年纪到保养好 会被嘲讽扮少女装呢 保养不好 又会被冒神派憔悴老成大妈 讲真 陈慧贤现在的状态已经很不错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不老的千千缺歌 不知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不老少女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